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抵达塔吉克访问 他同塔吉克总统拉赫蒙会面 说中方积极支持塔吉克能源、交通等发展战略 叶子华在塔吉克杜上别报道 外长王毅的车队在当地时间周六下午抵达塔吉克总统府 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在总统府会见王毅 王毅表示中方积极支持拉赫蒙提出的能源、交通、粮食、工业化四大发展战略 重视塔方合作需求致力于拓展新兴产业合作 帮助塔方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愿同塔方深化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王毅又指双方可以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中的合作 维护好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塔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塔吉克内政 拉赫蒙说去年访华期间 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国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一系列共识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各领域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拉赫蒙又说推进对华关系是塔吉克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塔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不移 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希望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加强经贸、能源、矿产、交通、农业、绿色工业、人工智慧等领域的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 不断拓展和强化塔中战略伙伴关系 外长王毅在周日与塔吉克外长举行会谈 下午将前往哈萨克继续访问行程 在杜桑别室内两栋由中方原建的新政府大楼和新议会大楼 也在网上亮灯 让外长王毅途经的时候欣赏 两个项目目前进入最后阶段 目标在6月底完工交付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化在塔吉克杜桑别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